这是睽違台湾两年多的林毅莲 那么有别于以往 她是女人为了打扮 在这回呢 染了一头金把 还剪了旁客头 该走摇滚风 睽違台湾整整两年多 聊上戏天后 林毅莲终于再度来台开唱 我不是很温暖的手 我还可以当手的手 染了一头闪亮前卫金发旁客头 穿着胡辣漏肩洋装 展现出不同以往的女人味 林毅莲连唱带跳 一首首筷子人口的当红歌曲 更是勾起歌迷满满的回忆 为了替林毅莲加油打气 好友罗永亮 不但身兼音乐总监 还特地上台和林毅莲来一段热舞 而即将在台湾开演唱会的苏永康 更是特地来观摩学习 所以今天是一个粉丝的心情就对 我绝对是林毅莲的时钟粉丝 所以对 整场演唱会 没有邀请特别来宾 也不见前夫李宗盛现身 40岁林毅莲 带给歌迷不一样的全新感受 这一天中海若维 台北猜风报道